哇 她長這樣 我不知道長得很醜 怎麼辦 因為我會擔心是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很醜 而且我小時候又很衰 NONO 你真正衰的時候大概三歲吧 又很衰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與狼頻道 我是兔兔 本人懷孕階段已經進入懷孕的後期了 此時 深入的 表情已說明了一切 已見見無堂 欸我很快就要生了耶 不到三個月的事情耶 其實我們最近有一個彼此的話題就叫做 欸你快生了耶 或者是說 欸我們家快有一個 寶寶喔 他是一個人耶 說到這我還是 依然焦慮 然後那個焦慮其實有很多 心理的焦慮 當然也有生理的焦慮 今天這一集其實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孕婦的焦慮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因為我可以理解 但我沒有辦法 很切身的 因為你經歷的事情其實我也是第一次 15 我就分了幾個心理的焦慮 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會去做一次產檢 但是產檢的時候你就可以跟恭喜寶寶見面 偶爾就是醫生會來照一下這個寶寶現在大概長什麼樣子啊 然後你就會想說 他長這樣 焦慮想說 寶寶長得很醜 怎麼辦 不是 因為我會擔心 是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很醜 小老爸他長得超像我 而且我小時候又很衰 no no 我覺得這有分階段的 你那時候剛出生的時候 美花姐給你照照片 我覺得挺可愛的 就是可愛的娃娃 所以你不用擔心 至少他出來是那個樣子 你真正衰的時候大概三歲吧 不會很衰 但是我還不會小 超整年樣力 我媽少生了一個情緒給我 我覺得 我那時候看到你那時候小時候照片 我問你說 欸你為什麼要這樣拍照 你覺得這樣很容易是手 我們小時候他就會幫我們拍照 照片回來就放在餐桌上說 你們可以來看 每一張照片我看我就覺得 這什麼哥哥 怎麼好看 好會笑 好會擺動作 於是 你也就看到了 後來你看到很多照片 你就會發現 我一直在看著我哥 然後那張照片拍下去 我就是這樣 叮著哥哥看你哥哥 那哥哥這樣 然後我就會跟著這樣 甚至你會發現 有一些照片是 我哥上一檔照片 擺著BOSS 下一檔的還有 下一檔的還有 然後我一看到就說 欸你選你哥對不對 對 記憶太深刻 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永遠擺的都這麼醜 為什麼笑成那個樣子啊 你哥就感覺天色很會笑 對 生小孩真的就很像扭蛋 不知道你會抽到什麼 我真的是不知道你要抽到什麼 但是你有跡可循 因為你跟Donut的長相 你知道 這件事情就是很有趣 他焦慮到 他有一直看 每個家庭有生兄弟姊妹的 全部拉出來看 因為他發現很多家庭的成績狀況是 都以兄弟或都以姊妹來說好了 明明就是同個爸媽生的 兩個小孩都有 爸媽各自的基因 可是組合起來就是長得不一樣 然後他就很焦慮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 你知道嗎 就是長大之後雖然有雙眼皮好一點 可是就是 我的眼角就是垂 公平一定是垂的啦 因為東那也是垂的啊 我超喜歡垂垂眼的 但我後來有檢討 可能是我自己小時候脾氣太古怪 會增添我那個長相的 這個我真的只能跟他說不用擔心 我覺得公平我長得很開 我是如此深信 你知道他只是因為有一次 醫生在照鏈的時候 剛好就是往正臉去比 就是壓扁 你就想像那個那個那個 絲襪淘頭 有那麼多 他偏偏要拿那張被壓扁的跟我說 他鼻子好寬 這個是鼻子被壓扁的 壓壓開 我覺得我整支片 手都有點沒有辦法好好擺耶 因為我發現 但你真的很焦慮 對我這件事情還是非常的焦慮 就是要一路到 他出生你才知道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我跟你說我相信他會長得很空白 但我一直也相信就是 小孩的個性其實佔了很大一部分 如果他對這個世界 充滿期待的話 這個小孩就是討喜的 其實 對所以你不用擔心 先讓我生一口氣 第二個焦慮就是 我其實一直蠻害怕生小孩 整個過程 不管是自然產還是剖腹 因為你不到最後一刻 你不會知道 到底是怎麼生 我跟各位說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焦慮 未滿一個月的時候 他就開始查各式各樣生產 會放上去的 通常都比較 驚慌一點 因為我最常看的就是D-Car嘛 然後D-Car這邊會放上去的 通常都是比較 因為他的印象深刻 他就覺得他怎麼會這樣 他經歷過一個很 不平凡的一個生產過程 才覺得放上去 特別喜歡看這種 不平凡的生產過程 然後把自己下個半死 然後崩潰 因為上面有太多那種 吃全餐的故事啊 可是身邊也好多耶 焦慮了對不對 其實你也會焦慮耶 生產者跟照顧者 都會感到焦慮的事情吧 每天都跟恭喜講話 不要鬧 乖乖的 不要讓兔寶媽媽太受責務 這樣出來我會打屁股 我連那個YouTube影片也會稍微看一下 對 然後我就要瘋狂去找一些 正向的例子 可是我覺得這種經歷真的是 不到那一天 你是沒有辦法解除的 我說這一項 這個就是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幫你 妳也會焦慮吧 我很害怕 一個焦慮到一個害怕 那我們不是兩個人都怕死 所以你每次這樣跟我焦慮的時候 我就只能強中鎮定 然後我真的是 吐不出什麼安慰的話 因為我也覺得 嗯嗯嗯 我認同你是不是都配合 這個焦慮是無法解 就只能跟恭喜講 這個有點開始把壓力還給恭喜 妳可不可以選一個 善待媽媽的方式 對呀 妳們有人也有這樣的焦慮嗎 身為孕婦 我需要很多正向的例子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鈴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我們終於進入了 生理層面的焦慮了 另外一層 我剛剛覺得那個 心理層面的焦慮真的是 已經爆表了 身體層面的焦慮其實就是 肚子一天天變大啊 像是我最近的腰 蠻容易不舒服的 我覺得你跟我形容的蠻好的 其實恭喜沒有很重 它累是累在你不能放下來 你拿了它之後你不能放 這就會很有差了 這已經是肌耐力的考驗 24小時 non-stop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腰就會不太舒服了 而且就是 它每天會比每天重 有時候孕婦本身沒有辦法察覺說 今天的她 又變得多重了 你的力道就會用的 可能沒有比昨天多 然後你就會 更容易有一點 傷到的那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 我很容易怕生病 其實我前一陣子已經開始 隨著政策 我已經開始不戴口罩了 可是我後來發現 開始感覺到 疫情回溫之後 立馬口罩戴起來 我真的口罩戴起來 這時刻我真的不想要 再經歷一次 惡缺 以及有任何的風險 寶寶都快要出生了 對 我明白 我可以理解 像是還有一些身體荷爾蒙 也會有一些改變啊 就是common sense 孕婦的 分泌物會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也很注重 私密醋的保養 她會跟我說 今天身體有什麼樣的變化 欸我覺得最近分泌物多很多耶 所以就是隨著 分泌物增加 其實我就是 不會只是用清水去清洗私密醋 選用 什麼樣的清潔產品很重要 女生私密醋的 PH值是 若酸性 3.5到4.5之間 如果你用洗身體那個 可能會比較偏減性的東西 傷害會比較強 所以應該是要選一個 若酸性的清潔產品 正確的私密醋保養 也需要正確的私密醋清潔用品 再結 私密醋保養系列 對 她其實在 歐洲啊 義大利 銷售已經有50年的經驗呢 他們其實是以高規格 國際專業藥廠研製 然後他們水其實很調 他們用的是 你知道在歐洲嗎 二倍子三 Can you believe it 最沉浸的水 所以搭配它其實還有一個 天然植物精脆 這樣的搭配就是 穩定私密醋 提升保護力 植物精脆的部分啊 不是用香味去 蓋掉分泌物的味道 或濕出的異味 它其實用的就是這個 植物精脆去 分解異味 我現在用的是在 覺得精脆 結玉凝露 加強型的 真綠色的這一罐 你還跟著我用 可愛 我用的是涼感型的 夏天到 怕熱的狼 對 然後還有一般 如果我不喜歡涼感產品的話 可以選用日用型的 但我偶爾也會偷用這個 我要坦白跟你說一件事情 在這個運期啊 我覺得我 更加需要這些東西 一定的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肚子已經大到就是 對 所以會其實有點難清洗下面 就要靠觸覺 這種產品都是要 除了你 現在懷孕 看不到腳趾要使用之外 很多人一直到產後 不管你是 自然產有傷口 或者是 撲撲撒撒撒 傷口也不在那裡 都可以繼續使用喔 繼續維持清潔的話 我覺得是 對身體比較好啦 體驗一下 二倍生的 神秘力量 這是加強型的 兔兔現在在使用的 使用前就是搖均勻 搖均勻之後 加水 它泡泡其實非常的綿密 你喜歡這種沒有什麼泡泡 但是泡泡其實是很細緻的 小狼 你使用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其實很喜歡用涼感的 我覺得它涼涼的 但它又不是那種 非常非常刺激的涼 它就是那種很舒服的涼 然後它非常溫和 我日用型也用 涼感型也用 個人偏好 涼感型的 因為夏天倒了 我這個人就是 超級怕熱 我覺得私密處保養 就是真的要用一個 會感覺到刺激的東西 因為其實那種肌膚都會非常敏感 有黏膜的組織的 對 其實都會非常敏感的 像用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非常安心 又覺得它清潔的乾淨 溫和不刺激的 所以如果各位未懷孕的女性 就可以跟我一樣 選擇這種 基本款的 日用型或者是涼感型 都可以天天使用 就是有些人如果味道比較重的話 可以試試看 我們當然也會有 專屬優惠的折扣碼 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輸入我們專屬的折扣碼的話 結帳最高可以折150元喔 那我再下一個焦慮 下一個焦慮我覺得 有重量 就像我說我們招呼語很常會說 在三個月內就要有一個 你快要三個月 家裡要有一個人類 你要養一個人耶 你就會擔心 他後面的人生 他的開銷啊 還有教育跟快樂這一切 他所需要的資源 從這一刻開始就要 有一些想法 然後我們很常會有模擬題 新聞啊 或是什麼 出現了一個 小孩的問題 就會看看這個題目 然後我們就會 彼此問對方說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家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會怎麼做 雖然有時候做法不一樣 但方向是一致的 我覺得我們其實對於這一塊 蠻有共識的 我覺得我們在教育這一方面 其實很像 就是兩個瘸子 一個人掃左腳 一個人掃右腳 就平起來就可以 一個人掃左腳 我真的覺得很常是這樣的 所謂的掃一腳 就是我們看的層面不一樣 他在乎他的層面 所以他就是左腳 我在乎我的層面 我是右腳 所以剛好 我很常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我就會問你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剛好就有想法 等一下這集拍這個焦慮 我真的拍得我好焦慮 再回顧一下你所有的焦慮 這些題目在我的運期裡面 我覺得我們已經 不知道討論了幾次 一直到現在要生 我還在討論 就是你知道他轉換教育的方式 就是給自己新的焦慮 比如說你不想管那個 小孩長的醜啊 生小孩的過程 你不想管那個時候 你就開始想 小孩出生時候的教育怎麼樣 我幾歲要讓他送幼兒園 我要上什麼小學 我要讓他去什麼學校 失資怎麼評估 學校的環境怎麼樣 他就開始想這些 想一想之後 又還是沒有答案 最後回歸就是 真的不知道這個小孩生的是 原是貶是什麼個性 對 我覺得個性也很重要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覺得這一切的焦慮 就是來自於未知 所以就會讓我們呈現一個 無限循環的焦慮 不要直到他 真的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才能得到答案一樣 好焦慮喔 不會這樣嗎 然後啊 生理層面的焦慮 我也是滿怕有 肚子上有溫度的對不對 對 這個真的很未知 就是隨著肚子天天的大起來 醫生有的時候 寶寶真的非常劇烈長大 是在 最後那一個月 從無到有 這樣整整大概七個月的時間裡 是長了 寶寶的一半 剩下的一半是在最後兩個月裡面長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我這只 我 紋路這種東西喔 很多都是在出生前一兩個月 差不多是最後三個月之後 會突然蹦出來 流情的就蹦出來 所以他就是壓力很大 很多媽媽都說 其實不是只是肚子會有紋路 你可能其他地方 比如說胸部 或側腰是不是 之類就是或者是屁股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胖比較快 而且孕婦的那個胸部就是也會 突然間會有紋路 這樣子 其實還是滿擔心的啦 但是就是 好好保養 他現在就是走一個好好保養的路線 顧好自己的免疫力啊 我覺得紋路真的是比較難控制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顧好你的免疫力 然後去減少中標病毒的機會 如果因為荷爾蒙影響 比如說 私密處的分泌物變多 那就是做好 合適的清潔 腰如果不好就要記得用脫腹袋 對 我給大家看我現在有脫腹袋 他真的是直接圍在外面 因為你們看不到我肚子 那就直接掛外面 就不用掛裡面 那就歡迎其他孕婦媽媽們啊 曾經有過的焦慮啊 我們可以互相來焦慮一下 用焦慮轉移焦慮 我到現在表情還是很堂耶 我坦白說 拍完之後就覺得 想想要覺得 啊怎麼辦又來了 又好焦慮喔 心理層面的事情讓我比較 難以解決的 對 我覺得身體的東西其實有好多 好多工具可以去幫忙你 但心理的部分就是覺得 想不出答案 別因為還煩惱 躺在床上一直跟我講 我真的好擔心 我要講到他一個比較舒服 可以接受 不會那麼交流 他才好去睡覺 講完之後他終於讓我睡了 好啦 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差不多的交流 或是有其他交流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囉 帶節的折扣碼跟連結 我們都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不管有沒有懷孕 只要是女生 我覺得都可以使用 那喜歡這支影片 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